因應四五月分補稅的規則 台南市政府財稅局率先來推出電柱稅段 跟環保綠典扁民善的好康活動 跟環保局看機關來合作 共同為正零碳白來努力 財稅局長如真修標時 台南市財航水包括房屋水、財價水和白教水定 一港的稅段超過200萬風 如果民眾可以依電柱稅段來繳納 將會在大大減少印稅段的碳排放 我們期待能夠將每一年高達200多萬張紙本稅單 轉化成電子稅單 所以我們的市民朋友呢 只要在我們的活動期間 也就是從今天開始 一直到113年的11月30號 透過我們財稅局網站 有一個電子專區來進行線上申辦 排照稅、房屋稅、地價稅 這三大稅單的電子稅單 那麼財稅局就會把稅單 Email到你的郵件信箱 你拿起手機 來掃一下稅單上面的QR Code 就自動帶入繳稅的資料 並且連結到繳稅網站 讓你輕鬆完成掌稅大事 也可以讓你不用出門就可以享受 不用擔心稅單遺失、漏街、被詐騙 全程無止化的便利 同時呢還可以享受環保幾點的好康 台南市率先全國 推出電子稅單 結合環保綠典 最好的外島選團去加費 包括中央、財政部、負稅書長 以及環境部、中央、負稅書長 也都親自南下 市長指定目標 希望可以每天都能成功 理財政部、負稅書也標示 如果中央、收入稅也能比較 也有650萬元 我們剛剛看到這幾個稅 房屋稅、地價稅還有什麼? 排照稅 這跟地方相關 我們把稅單也電子化 這是我目標 剛剛提到的200萬張 這是目標 我們希望200萬張至少要9成以上 不要笑 9成以上都要希望能夠改用電子稅單 那這樣子也提供一些誘因給 這個地主啦 或屋主啦 或是車主啦 這些我們都會努力來做 那也謝謝中央機關的支持 不管是來自環境部的綠點 或者是來自這個財政部的這個資訊 的提供能夠讓這個電子稅單能夠更順利 跟碰撞環保綠點 我覺得這個點子實在太棒 也因為這個點子的關係 我特別也請我們的同仁 把我們每年度650萬戶的綜合所稅申報 看能不能也跟綠點碰撞一下 這當然 所以這種擴散的效果 我覺得 對 市長說了喔 市長你這張支票真的是太棒了 所以我覺得 所有的事情就是看我們要不要做 只要願意做 我們有一些創新的思維 讓我們來超幼合房 對不對 我們就是參考這樣的做法 我們希望 最晚最晚明年 然後最好是今年 因為我們中手稅有650萬戶 如果大家都可以用這種方式 大家也會想想看 台灣減碳哪有什麼困難 對不對 市府宅稅又表示 我當從今天去 一直到今年11月30日 點數上網為止 民眾只要註冊環保幾點的回合 就上兩千點 新版電子繳落書 又上一千點 如果市職書用電子稅段來按時繳落 在稅交和環保交各個三五百點 歡迎民眾 擁有下載環保幾點 並且加你回完 六十五指化的雞團生活 台南新聞您跟蔡鳳保德